词曲 李宗盛 好 明权国小第二十二届毕业生们大家好 首先恭喜你们要毕业了 也祝福大家一切顺心圆满 今年再度因疫情严峻的关系 很遗憾没有办法举办实体毕业典礼来欢送各位 所以师长们只能够透过录制影片的方式来祝福大家 人们常说计划赶不上变化 本来已经计划好的事情 往往由于外在的因素改变 导致无法进行或必须改变方式来实施 自疫情以来 学校很多活动或课程都被迫取消或改为线上进行 这两年疫情交汇我们的事 就是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保护自我 还有凡是计划都要有备案 要考虑到天后疫情等因素 预作规划因应 才不会临时手忙脚乱不知所措 最后祝福各位横城万里 一切顺利心想事成 毕业快乐 再次祝福大家 各位毕业生 大家好 我是民权国小家长会长张全胜 今天看到我们所有的毕业生 可以充满的喜乐 高兴来参加这场的毕业典礼 但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这两年的疫情 造成我们所有的上课及活动 全部都稍微的中断 而这次的一月典礼 也没有办法来现场 所以很多的家长们跟老师们 也只能配合政府的政策 用线上的部分 身为会长的我 这里要特别感谢 我们民权国小的老师们 没有老师们的用心的教导 没有今天的民权 我担任会长从103年到104年到现在 我到外面各个学校 大家都非常喜欢我们民权国小的小朋友们 会长在这里也预祝我们毕业生同城万里 今天您以您权为荣 您日您权与您为荣 祝大家 毕业典礼快乐 谢谢 毕业证书 第22届毕业生 林大佑等230人 在本校修业成绩及格 准与毕业 依国民教育法之规定 给予毕业证书此证 高雄市全政区民权国民小学校长 周玉峰 中华民国111年6月6日 巨大佑 字幕by索兰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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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住不再哭 离别并不是结束 只是彼此走上不同车路 我们还会付出帮助 我心不再苦度 就算不停留下的泪珠 不代表我们会停下脚步 一起奔向梦想 是你在我悲伤时牵起我的双手 让我不再一个人哭泣 是你给我勇气面对每个难题 就算绝望也不会放弃 雨淋四起梦风雨 是你陪我经历 揭开花絮清晨延续 朝着梦想见你心 还记得两天就夏天 独特站在小门的边缘 踏入小门的瞬间 我比谁都不起 是一个朋友坐我旁边 没家库面也没聊天 再偶然的相见 一起并肩面对这五多深渊 曾经倒在中央公园 桌下不停看笑谈天 曾经走在雨季改变 忘了时间光旁八点 一起倒流河前半 一起倒去在广路边摊 一起面对不同挑战 一起倒过大声乱挂 是你在我悲伤时前 紧握我的双手 但我不再一个人哭泣 是你给我勇气 面对每个难题 就算绝望也不会放弃 雨淋四起梦风风雨 是你陪我经历 揭开花絮清晨延续 朝着梦想前行 人生某种难题 或许是少年给你胜炼 躲不过时间的考验 或许只是一句谎言 让我们关系从此改变 见了面不再要天 忘了曾经所有誓言 就算彼此都很想念 再没有人拉着笑脸 就算憎恨继续蔓延 就算沉在伤口傻眼 就算热情变回腼腆 我也要和你面对面 在毕业的这一天 我就找你见过一面 不想抱着遗憾说再见 Goodbye my friend 无忍住不在乎 离别并不是结束 只是彼此走向不同角落 我们还会扶持帮助 是你才不必上时间 起我的双手让我不再一个人哭泣 是你给我勇气面对每个难题 就算绝望也不会放弃 一名四季风风雨雨 是你陪我经历 揭开花絮青春延续 朝着梦想前行 只要想起成对唯一 永远在我心里 感谢有你给我珍惜 一起去旅行 一起去旅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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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们 能够上试试 然后呢 记得要好好的做自己 然后呢 欣赏 生活当中的所有的音乐的事物 好 老师给你加油哦 拜天 庭音节 各位毕业生 大家好 恭喜你们终于要毕业啦 我们没有想到去年的停课 今年又再来了一次 有的时候 人生就是这样子 我们觉得 习以为常的事情 却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能够上课 有时候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希望你们以后到国中去 也懂得珍惜自己日常边 可能你父母亲对你的照顾 你同学对你的温厚 甚至你课业上的学习 这些理所当然的事情 有时候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祝福你们以后 不会再遇到停课啦 让我们的疫情赶快过去 一切都能顺顺利利的 祝福你们 毕业快乐 哈啰 六年级的各位毕业生 大家好 我是 陈坚教练 来的边界 恭喜你们要毕业了 当然 希望你们在未来的 除去的道路上能够 一般工作 那对自己喜欢的事物也能够坚持到 好啦 大家就 拜拜咯 加油 拜拜 六年级的P.A.生你们好 我是吴教练 时间匆匆的又过去了 希望祝福你们 毕业以后到了国中 可以一帆风速 毕业快乐 六年级的P.A.生都是最棒的 加油 作为一个年级的毕业生 大家好 我是圆明老师 那上过我自然课的小朋友 一定都知道我的名言是 懂自然保平安 那也希望小朋友在未来的路上 可以多多的在自然领域继续学习 学会和大自然和平相处 并且有适当的在大自然求生存的能力 那最后也祝各位B.A.生毕业之后一路平安 Bye Bye 我是代理老师 韦通 收声先给大家 祝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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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老师在这里要祝福大家 通定万里 爱拼才能 加油 哈喽大家好 我是银行老师 这样子会不会有人认不出我来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银行老师 恭喜你们要毕业了 要开始人生下一个学习的旅程 那关于人生 关于学习 在我们的最后一堂课啊 想要叮咛你们的话啊 其实都已经细细的对你们说了 那希望那一番话 对你们是有帮助的 那也希望 接下来你们能借由学习 增加自己的价值 让自己在未来 不管是上大学 还是找工作 都能有主动选择的权利 那最后祝你们有个平安 顺利 且充实的未来 毕业快乐哦 和你们相处两年的 走来好像很漫长 一回头才发现 七百多个日子就这么过了 毕业以后 国小考试考几分 已经不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你学会了什么 学无止境 做人也要脚踏实地 认真地做自己 遇到挫折 不要气馁 不要害怕 问题只有一个 解决方法就很多种 老师要恭喜你们 顺利毕业 也祝福你们都平安 健康快乐 各位六年级的毕业生 大家好 我是伟生老师 你们三年级的时候 是我调来民权的第一年 那现在你们即将要毕业了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那看你们从中年级 成长高年级 到现在国小即将要毕业 每个人都变得更加的成熟 懂事 令人感到欣慰 那最后呢 老师祝福各位 红尘万里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勇敢的 追求自己的梦想 让你未来的人生 变得更加的多彩多姿 加油 拜拜 那也希望能够勇敢到中间 也要和你坠起回忆 两个天 和你在开月飞 如果谁要我选择代表清晨 哪个画面 浮现的哪些眼泪 哪片蓝天哪年毕业 那一场边哭边 小孩也拥抱是你的脸 想起来可爱可恋可可可气 多怀念 怀念总是去人 怀念不太矫健 当回忆重过靠近 穷实随友在我眼前 我和你游泳开水 喝着气水在车上边 说好的 无论如何 一起走到未来这世界 现在就是哪个未来哪个世界 我认了你的生命 我的身边不是同一遍 勇情曾像洛杨坊 简直实验 只是我望着海面 但就永远模糊了视线 会不会 有一天 时间 真的能倒退 退回你的 我的 回不去的 悠悠的岁月 也许会 有一天 世界真的要终点 也要和你聚起 唯一两个天 要和你再干预备 这些年 买了私人买了手表 买了展演 却发现追不到的 听不了的还是那些 人生是只有人命 只能宿命 只好赎罪 只剩下高大小女孩 替她哭泉 却为成熟店 成熟九重幻想画面 一场磨练 我想把只有梦想缘 我也想少到福建 有时过好像流泪 好像流泪 前面眼泪 期待会你会不会 她会不会 孩子总学会 她在等你 你在等我 我她等谁 有时是孩子没睡 电话没睡 心情没准备 天空不断 黑了又亮 凉了又黑 那风雨散开丧前 远走高队 咱们一起追 会不会 有一天 世界真的能够追 追回你的我的胃 无许的悠悠的岁月 也许会 有一天 世界真的有终点 也要和你 一起追回你的两个天 和你再开预备 会不会 有一天 我们都变成昨天 时间真的能够追回你的我的 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 也许会 有一天 世界真的有终点 也要和你提起回忆两个天 和你再开预备 就会 有一天 有一天 我们都变成昨天 是你陪我走过一生一回匆匆的远见 有一天 这是今天 今天就是有一天 说出一天 说出一句没说对你的感谢 和你再敢以为 再敢以为 再敢以为 永远 一天 还要就能万岁 岁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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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 和你再来到 时间都静了 他们都没来到 外面的人啊 等你再来到 时间都静了 他们都没来到 外面的人啊 等你再来到 时间都静了 他们都没来到 外面的人啊 等你再来到 快点的人啊 等你再来到 时间都静 他们都没来到 快点的人啊 等你再来到 等你再来到 时间都静了 他们都没来到 快点的人啊 等你再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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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再来到